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北队进的两个球都是边路传中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所以说这两球的边路防守 看看这个反击 传得非常好 怎么处理 内部再给进去有空当 先停 再打门 抽进了 第六分钟 塞尔吉尼奥开场 火速破门 一比零领先了 其实作为教练最怕这种球失误 埃里克很无私 这下分的没有约位 后腰整个就没了 停的也非常好 对吧 停 打都非常好 首先恭喜塞尔吉尼奥 家中有喜 庆祝动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禁区里面 看看又有反击机会了 再交过来 王鹏自己来了 其实这球啊 射门也可以 确实要给弹龙呢 这边空当已经出来了 对吧 这下连停带过 很漂亮 看看有没有机会 梁亚纳多在跑 塞过来 单对单 拉出来 孙杰 再给进去里面 包抄 这个进攻 梁亚纳多其实踢得很无私 对 这球就有意识的要给梁亚纳多做 埃里克大片的开扣地 他要起诉了 看看 韩龙 李越位 自己只能横向走 梅米水平机很有经验 他在遭藏的越位 中间包抄打半时间了 38分钟 这就是长城队啊 一直在找的这个机会 韩龙在中路 凌波微步 这个球 凌空打进球门 非常漂亮 其实这球 功劳应该有一大半吧 哎 没有给成 韩龙是对的 他要越位了 可以说传得非常好 这下梅米水平机他有点低估埃里克的能力 他觉得你不能延续上半场有大中锋的那个打法 残范并没有吹 再来远射 这球打的质量很高 好球 漂亮 转得不错 好球 不约位 一标 又是潭龙 又来了 这次角度可能稍微小一点 自己打门 张辉 张威上来之后呢 和队友还是有点欠缺默契 好球 这次又来了 看看 其实埃里克那边已经漏人了 再给 给过来 好 单对单 面对美名守卫奇 估计要往内侧走 换左脚连堂两步再打 有了 67分钟 埃里克个人的突进 打进了长城亚太第三个进球 这样的话前场的进攻组塞尔吉尼奥弹龙 这是看着外援的作用啊 我前面就那三个人就能解决问题 对吧 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呢 我就算换到左脚 我也自信 我敢打 效果也好 你看美名守卫奇已经就是 往他身上带 他不敢抢 退 你看他重心也没有下来 再跟就跟不上 这一转身就已经输了 30米以外 知道吧 你渗透不进去 所以很难形成射门 尝试一脚 四传四射 但是 石啸天啊 他今天好几次了 你不知道他哪脚球 打的是有点突然 但我觉得 华雅雄自己的右手让的位置比较多 打护线 没有力量 是 什么11对9 嗯 场上又有情况 张成东还是有点不高兴啊 这是谁啊 是 哎 看着像张力 红牌 红牌 罚下了张成东 这边弹龙一直在挡着 意思就是说别再有火气了 上去 哎 这个确实啊 这个是和应该王鹏 嗯 两张黄牌 这边好像也是 耶